觀眾朋友晚安來關心天氣狀況 今天北東地區的觀眾朋友真的是涼 因為這東北季風的影響 不只是溫度比較低之外 還不定時的有飄雨 不過好消息就是明天開始東北季風要減弱了 全台灣各地的天氣狀況會恢復比較穩定 那水氣也會比較減少 詳細的降雨熱區我們來看到 明天開始東北季風減弱 所以在整個東漫步地區 迎風面還是也有一些水氣 不過這水氣是比今天還少了 那禮拜四到禮拜天的話 主要都是因為天氣滿穩定的關係 水氣也比較少 頂多中南部山區有雨 東半部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機會 好天氣會維持到下個禮拜一 禮拜一東北季風才會再增強 所以幾個天氣重點要特別提醒了 在季風減弱之下回暖轉乾了 各地都是多雲稻晴也相當的穩定 那要提醒的就是在清晨 入月兩個時間點會稍微比較涼 提醒大家就要留意溫差的變化囉 哈囉我是鄭惠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